中油的油價大家也驚打細算 昨天才被批油價降太少 今天又有立委踢爆說 其實中油計價的方式 已經從原先的四捨五入 悄悄改成無條件進位法了 所以這樣子光是一毛兩毛的A 說去年就被中油A走了一億五千多萬 那介號戰加油 你注意到了嗎 風聲數和單價明明都有小數點 為什麼結帳的金額始終是整數 沒有沒想過 沒有想過 大多的民眾加油結帳 可能是來匆匆去匆匆 但是就有眼見的消費者向立委質疑 中油原本的四捨五入法 變成了無條件進位 不買一塊錢 通通都以一塊錢來計算 像是89.4元被當作90元計算 而這張發票加了4.59公升的95千汽油 單價30.7元 香成約為140.9元 無條件進位之後 總價變成了141元 每公升就結果就是被他A了6角 那這一個就是被他A了7角 加油的時候 只要每公升的油價不是整數的時候 我們的荷包就會被A 如果一個車次被A了1角 A了2角 至9角不等 我們算他的平均數 A5角好了 平均數A5角 可能他每一年度就A了1億5千4百多萬 這還是人民的血汗錢 機少成多 所以本來是說一個人是沒有差 可能全國在加油花可能就差很多了 中央強調還是以赤捨五入法來計算油價 但是對於立委出示的加油單 卻無法自言其說 到底是有加油站趁金卡油 中油被蒙蔽 還是中油偷偷的改制 A走駕駛人的錢 立委要中油給個交代 明日新聞 網紅字幕陳嘉陽台北報導